我们希望大家做的事情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吗 就是交通指示牌的识别 我们希望知道有交通指示牌是停车呢 还是限速呢 还是怎样 这里呢时间有限 我就不再给大家累数 这个项目的要求或者数据集了 因为我在第二个项目里面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不想浪费大家时间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项目的任务就是 我们要把第二个项目 交通指示牌的识别 重新做一遍 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是你必须要使用 这个二字化的 等式层 或者是使用 二字化的 全连接层 或者呢你把这两个都用上 你总之你需要 改变你原来我们 的网络结构 要使用这个 binary的dance和 com2d的dance 如果你使用 那个 batch lomination呢 你也是可以用的 像 max pooling呢 这种你也可以用的 如果你要用 dropout的话 记得要用这样的 dropout的low scale的方式 大家可能需要 调整一下自己的网络结构 我希望大家用二字化的 这样的网络 无论你是选一个全连接层 还是卷连接层 我希望大家的 那个训练出来的准确率 至少也要达到90%以上 因为原来我们的用全连接 我们用原来我们用普通的卷连接 神经网络是可以达到95%以上 对吧 因为我们用二字化嘛 我希望大家的那个识别率可能不需要达到那么高 但90%希望大家能做得到 大家就是说要用二字化的全连接层和二字化的卷连接层 来重新做一遍我们项目2 你想着要怎么调整这个网络结构 比如说是不是要增加更多的乘数呢 还是某一层增加更多的卷连接核的通道数呢 输出通道数呢 或者是你是不是要考虑加8KM微信呢 或者是不是要加Dropout 大家要靠自己的实验动手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的工作需求是 你训练的模型呢 可以达到你们的产品的需要求 就是发现你这样做出来产品太贵了 因为你要用到CPU 要用到浮点数的计算 或者你要用GPU 你们产品没有竞争力 你们的老板呢 希望你能用便宜的硬件 比如说用集成电路实现的硬件 或者是用一个手机或者IoT设备 能够做这个深度学习 你这个时候呢 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应该就是二字化网络 你要用二字化网络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这次项目的初衷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课程 谢谢